陰河文的人會有 不一定 陰河文就是這樣 部署有在捧你 有在立拱你 你是一個好長官 好老闆 部署給你撐車 他天庭沒有看著 可是你說陰河文是哪裡 這條 這個喔 這條陰河文 這個法令文 法令文過嘴角 這裡有一顆字 這個叫陰河文 這是好的文物 面向裡面也是有好的文物比較少 這是屬於好的文物 像額頭也有好的文物 三條線叫做浮溪文 兩條線叫做演樂文 關公那個拿那個青龍演樂文 一條線叫法蓋文 一條線的人喔 三條線比兩條線好 兩條線比一條線好 一條線的人喔 那個法蓋文他比較獨來獨往 什麼事情靠自己把它拼著 那就是鍋子不像鍋子有起來了 如果蝦銀文那個額頭有亂文 那都應該失敗過比較多 你看 他嘴巴笑起來很大 法令又長 然後顴骨隱緣 他就是一種和的氣勢 這種人功靈富貴 然後那個營果律喔 正能量都很強 所以我們 有一天我們的 女兒或者兒子 交著女朋友或者男朋友 不怎麼樣沒關係 如果他的爸爸像這樣 這個要直接叫親家 這個很好的一個姻緣喔 然後如果有這種氣色的人 他跟你說 有個機會 要不要來我們公司上班 來去 或者他要派你去大陸設一個廠 那三個房間也要給他贏好 這個機會來了 跟對人很重要 然後以感情的話 睡對人很重要 這個是中國道家的一個理論說法 因為會有體力交換嘛 那命運會互相影響 好 這個是 Slogan喔 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願同年同鼻同一生 我看到這樣子我真的 我們現在時下的時髦女生 愛漂亮嘛 愛漂亮 她都往相貌美的方向去整容 其實方向錯了 相貌美 我們現在相貌美的共識 那個價值觀 鵝蛋臉 你看每個都鵝蛋臉 皮膚白 每個皮膚都白 她本身是黑的 她也想辦法讓自己白 然後眼睛圓大 如果她單眼皮 她一定去割雙眼皮 眼睛圓大 水汪汪會變冷 現在的相貌美喔 然後聲音要清甜 聲音要清甜 那你就容易接觸到比較豐富的感情世界 你看後面這幾個 我看沒有什麼不一樣 它的相似度超過85% 那整形整成一樣的 絕對不會有同樣命運 這個很簡單的題目 你剛剛開始我們剛剛有講過 你一定要先整你的形象 然後 除非 那有淡書 整形有個淡書 除非就是說 你有吐醇 或者是你有先天缺陷 那你一定要整得像一個 起碼像正常人一樣 你心裡的那個疙瘩 你從小受教育 才不會做到同學的排擠啊 那有些老師也會嘲笑學生 那他可能教不好啊 那他心裡陰影喔 以後公民復背那個不用講 小時候那一關就過不了了 那那時候我們要健全自己的自信心 就需要去整喔 這是一個淡書 就是一個病態式的那個是需要的 不做不行啦 因為我們不可能一下子做聖人 一下子說我都吐醇沒有關係啊 不可能啦 人的心靈成長這個過程 一定會有一個曲線性 你不能一下子拿聖人的標準來講 那個沒關係啦 一樣是人是靠內在美喔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外貿協會 真的我們每個人都是外貿協會 我們都是在以貌取人啊 那整形要先整形一下 然後你不要對應到說 我整個鼻子浪鼻 我就要嫁個好老公 那個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如果說我鼻子他不好看 但是我鼻子真好看了 我自信心強 別人多稱讚我幾句 那你結交男女朋友的那個機會多 因緣多 那這個是只能到這裡 你的心理上對家關係只能到這裡 人家都看你兩年你就高興了嘛 那你花這個錢 有用 有對家關係到這裡的話 那是正確的 這是好眼相 這之前在 好像台中嘉義 講過好眼相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講下去要五分鐘 好眼相的一些條件 那我們今天就講別的 所以這個就跳過去 好這張照片呈現的是地隔 地隔要寬 這個地隔骨要寬 而且要有超多 從正面的角度就可以看出來 他這個地隔骨是向上有超多的 什麼叫超多 要朝中間 朝中 然後我們看一個人 如果他的鼻子準頭壓下來 這個是工作狂 而且他不會亂花錢 好 准 平准的 剛剛我們那個關董是講 黑白有皮膚 然後看其他你就看到什麼 你就看歌曲 相學的推理就是 從外相 從極端 從通富貴 跟極貧賤 去慢慢往中間靠攏 你比較多的人你就會看 然後記住一定要有心理的修為 你本身要有一個道家 要不然就佛家的修持 要不然就儒家 你才能夠運用這個好的學術去影響你的親戚朋友 那你的善音源才能夠增長 善音源增長以後你就不會算命了 你的命運就會慢慢就會往正能量發散 很奇怪 好的人 狀況好的人他不會去算 那怎麼去求神拜佛問僕的 都是那些人 信心不足求神問僕就是這樣 這也是好的相 這叫懸臂 今天講到特別的部位 那些刺虧把 刺虧把要抓下來 要抓下來 要有法令要抓下來 刺虧把這個是好的相 這個部位可以看到 你晚年的部署 還有子女 還有你不動產的控制能力 還有你的一些 下水道 泌尿道的消化細胞 都是看這個地方 這個也是好的相 好 這是相貌美 眼睛元大 這是網路上很有名的 上上優雅 日本的AV天后 眼睛元大很漂亮 真的 男生都很喜歡這一種 這 不可以做過 然後這是好的相 你看 女生的鼻子要像這樣 鼻頭準圓 有視 三根有立 右寬 藍臺未停 有開 然後眼神亮 這種眼神 就是有一種有希望的眼神 眼睛黑白分明 這種 這叫旺夫閣 而且你看看顴骨 顴骨隱圓 什麼叫隱圓 我們那個雞蛋殼 比較遠的那一部分打破 雞蛋有比較尖的跟比較遠的 比較遠的那個打破 那雞蛋殼 然後敷在這個顴骨上面 這叫隱圓 它這個就像雞蛋殼 這叫鼻全香 對 那麼它的耳朵看不到 如果耳朵又白 又厚又正 又不見耳 然後它又有這種鼻子跟顴骨 這在中年叫做耳全鼻灌氣 這中年一定會新發 那如果是女生 中年就是旺夫 這是一個不錯的像 這兩個人是同一個人 眼神要何會 女孩子眼神不能夠哀怨 小兒子照相一定要笑 這是固定的 兒頭 今天講兒頭 兒頭要像這樣 有光嗎 有 它這個量 它這個量不是燈光的量 當然燈光有病 它這個量加分 可是我要形容的是說 它本身如果氣色不好 睡不好 或者有一些倒霉運 燈光在你頭上照也不會亮 然後他兒頭的形狀 都沒有受傷 整塊金色色 女子九三項裡面 第一個 記得還記得嗎 忘記了 頭圓而平 這個叫做頭圓而平 而平不是平的 是從側面看要有個幅度 要有個幅度 頭要圓 最好後面要飽滿 頭圓而平的口訣就是一個問號 你從旁邊從上面按下去 從後面摸下去 又像一個問號 這叫做頭圓而平 這是一個好像 女子九三項 第一個你覺得有拿到分數 像這個這麼大塊 金色色 然後這種再配合這種眼神 那這種眉毛 這個忘膚 你本身能量不好 沒有不夠那種power 沒有那個命 沒有那個喪心性 你還真的取不到這種老國 所以有時候因果會相配 因果會相配 這個鼻子 這個叫高寬厚實症 大肌 垢 還有肉 有骨有肉 就是要想這個 好好的就去平衡 然後這個叫銀河紋 這裡有沒有 對 這個補修有在聽 然後 我們投射的關係 它在照片上面的氣色 比投射出來的好 亮 然後櫻木如準 它這種眼神 就是很有企圖性 沒有奇奇怪怪的想法 就是鎖定目標 它一定要達成 這種意思 這是仁倫道很複的複文 這個文英文 涼就是鼻子 涼貴乎蜂王冠頂 就是山根跟印堂要接的地方 像那個 我們政治人物那個王金瓶 什麼叫蜂王冠頂 色就是你的氣色 氣色要螢光一目 就是簡單講就是要亮 是這個意思 就是王先生 你看這個 這個燒焦的地方 有起來 不可以摸 摸了就是 你41歲那一年 運氣比較差 這是我給人家看風水的一個 武術的運用 運用在空間就是地理風水 運用在時間就是算命跟浮掛 運用在人體就是中醫、營養五星 你用這樣子來 運用的範圍 你來瞭解武術就很簡單 夾以丙丁之醜銀 營養五星 運用在空間就是地理風水 地理風水有陽宅跟陰宅 這個是陰宅 這個是 我們中國有四道類秀 這個是 我利用這個 利用這個 焦紫桃 來改變你居家不足的氣場 這個是古時候圓外 它用來鎮宅招財用的 中國四大類秀就是龍鳳歸零 龍鳳烏龜跟麒麟 這是麒麟 這是龍頭 然後掛在你們家調整池場 你的財位旺的地方 會給你帶來好的投資機會 這是麒麟 那個Google那個臨資訊可以找得到 這是蕭皮絲 這一隻是尾頭柱 這一隻是七星劍 蕭皮絲 它事實上有地理風水的效果 可是你可以把它 你如果喜歡這種東西就是 觀賞用 放在客廳觀賞用 這是之前講的龍美巴藥 龍美巴藥 這個在台中講喔 Peter 對 台中講的四十分鐘有 今天我們就 但是如果各位要聽的話 可以去搜尋我的YouTube 都有PO上去 美馬 應該講的還可以啦 可以理解 這個也是在台中講的 居付的像怎麼看 貴人九項 念有旗鼓五月高爽天平飽滿 那麼今天的會幕如炬 進入到尾聲 我們就是 你有本身有五術 陰陽五行五術的修為 有這些認識 你把它運用在你的朋友 你的客戶周遭獲取 像社會獲取資源 一些財富什麼之類的 那你必須要去修補 這一部分的因緣 你要有那個福德的那個因緣 你才能夠 你這個保守用出來比較準 在佛經 我今天做佛經上的一個引用來做結尾 我們常聽說過福慧雙修 那佛經上應該是那個 斯里蘭卡 那個小聖佛教它上面有寫 修福不修慧 大象批陰弱 就是說你有修福到 你沒有修智慧 你出生 就算你再怎麼尊貴 尊貴到成為一個大象 被國王做起 你還是出生了 就是一人之下 人家在拜國王好像在拜你 印度有白相 白相出世就是冥王轉世 修福不修慧 大象你的福德福報很有 大家都給你東西吃 你上面是國王 那另外一邊就是修慧不修福 羅漢脫空波 就是說你這個人修智慧修禪定 你也不跟你在結遠 你只是 當然你沒有做錯 你是照著那個 釋迦摩尼佛的教法 你要去解脫 那你修實實文書修 常常戒定分 你去修到智慧解脫了 可是你在解脫之前 因為你都沒有跟世間的人結遠 所以你就沒有福報 沒有福報你去 那時候原始佛教那個佛陀 是不是會帶領他的弟子去脫波化園 奇怪你沒有福報的 就是沒有人會給你東西吃 這叫修福不修慧 那個大象拼音肉 修慧不修福 羅漢脫空波 你就分無東西了 那時候要福慧雙修 福慧雙修最好就是 我們透過本身我們的信仰 我們本身的修為 就是要遵守世間的一些規定 約定徒程 最基本的是法律 最近沒有法律 法律是社會正義最後一道防線 宗教是社會道德最後一道防線 你要遵守這一個 那慢慢的 你把你身體調養好 生活作息要好 你真能量增加 善因緣增長 你命運就改變 那你來運用武術來 來影響你的朋友 示範功倍 比較容易成功 好 今天很高興來到家印 感謝Peter總會長的邀請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那個 黃次豪老師 我們再來 那今天也是我們那個 心靈領袖讀書會 第一次嘗試線上直播 主要也是 感謝關董 議程 學長提供這麼好的場地 然後 線上今天也大概有三十幾位 那我們也希望說 這是一個新的嘗試 為了應付這個武漢肺炎 疫情今天在台灣 已經突破一百個 那這個東西 說實在就是 現在陳時中部長所說的就是要 不要出國 不要為了自己想去玩 那以前歐洲兩個月前還可以玩 那現在幾乎是很危險的 所以我們不要為了自己的失利 像老師說的就是 除了面向要改變 我們之前有那個 了環世訓 也是在講說 那個原外可以活到四十七歲 但是他因為布施做功德 然後他好像後來到六七十歲 後天修行 對 他的修為 對 增加他先天上的不足 對 那我今天聽了老師的課 其實也聽過很多次 但是每次都不一樣 那老師一直在強調就是一個修為 除了說 你與生俱來的 但是你還要接觸很多書局 書籍古代的一些老師 像老師他自己看了很多書 然後去內化自己心靈 然後如果要影響別人 那當然是你要自己修為要好 所以說 我覺得每次上老師的課 我覺得說 黃老師好像一般的算而已 但是我跟老師接觸 大概短短三個月 我有很多問題問他 我覺得他 因為他都會查很多古書 包括周易、易經 還有那個文王、古怪 都是有一些 我們古代 古代古人那一種 善知識傳承下來 不是說王六仙 這樣慶才公共 有編入進入那個世庫全書 對 世庫全書是經過紀小人的時候 阿紀小人是國師無雙 是 他是最高學位那個全統下來的大學士 對對對 古時候的知識分子都會陰陽五情 那我們當然今天是首先採用這種 比較人不多的跟老師的一個方談 那以後我們會多去設置一些像 時尚線上讀書會的room 那個昨天晚上我有上去 也不錯 那個包括學長姐他們都可以露臉 那還是用這種方式 我們找一個 不要說因為無案肺炎把讀書會中斷掉 那我們也是希望很多老師都能夠 持續支持我們心理領袖讀書會 然後如果各位學長姐在線上有問題 可以留言 打在FB下面 我們會把這個問題轉給黃四豪老師 來做一個回覆 做同一個回覆 對 然後我們這個 等一下這個 直播帶也會傳到LINE的群組 那我們心理領袖全國讀書會 都做一個善知善念的分享 那今天就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到嘉義來接送了我們 好那我們就跟大家說晚安了 歐會有期 歐會有期 掰掰 來 掰掰 你說 我剛才有點... 按摩